各位同学好 我们接下来这里来介绍 复习四之二最重要的公式是怎么来的 那为什么要学这个呢 是因为我们可以透过它来证明 空气真的是由粒子所组成的哦 回想从小到大各位都有听说过 物质是由原子所组成的 但就这么相信老师说的吗 会不会其实老师们联合起来欺骗你呢 有没有什么证据真的可以证明说 粒子是由万物是由原子所组成的呢 那其中一个证据就是化学反应 化学反应总是要用固定的比例 才会完全反应 那这个固定的比例 好像就是每那个物质有最小的单元的一种证据 因为你就好像要用固定的积木 去用固定的方式去组合 才可以成功的反应完 而不是说随便的比例都可以随便反应 所以从化学的角度来说 好像粒子是存在的 原子是存在的 但有没有除了化学以外的证据呢 那就是我们的四字二的这个部分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可以用粒子来解释压力 解释温度 那一旦我们的实验和我们的理论吻合的时候 那我们的理论就是一个可信的理论 好所以这里我们要证明 要推理出如何用粒子碰撞的观点来解释压力 第一个就是压力的围观解释 压力的围观解释 那我们假设有一个容器 然后里面有假设它是有很多的粒子 那这些粒子在撞这个右边的墙壁的时候 它撞下去反弹 其实只有受到向左的力 右边墙壁对这个粒子施予向左的力 所以我们只要看它的 x方向的速度变化就好了 为什么要看速度变化 是因为我们想要用动量变化 对时间平均来算这个力 然后再去处理面积的话 就会得到压力了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好所以先算动量变化 只有x方向上 有动量的变化 对吧 今天这个粒子 它在撞右边墙壁的时候 它只受到向左的力 不影响它的y方向 只受到x方向上的力 那这个动量变化是多少呢 是粒子的质量 乘上它撞完之后的速度 我们只看x方向 所以是负的v1x 这是一号粒子 我们先从一号粒子 先处理完再处理很多颗粒子 后来的动量减去原来的动量 就是它的动量变化 就是负2mv1x 那我们的一号粒子受的力呢 就可以表达为fex 然后它会是它动量变化 除以时间 就会是负2mv1x 去除以时间 那这里我们遇到第一个问题 各位在打球的时候 那个失利的时间是 你的球离开手到地板的时间 还是只有你的手 去碰到那个球的接触时间呢 应该是接触时间 应该是接触时间 才是它失利的时间 可是这个接触时间 好像很难算 很难表达 它说不定很短 它有多短也不知道 那个粒子蹦一下 就弹开了 那个接触的时间不知道多少 那怎么办呢 有一个好方法 这是一个聪明的方法 就是我们的右边这一点 左边这一点 它说既然我们也 我们这次测到的压力 也不是只有一颗粒子的贡献 我们测到的压力 是很多颗粒子 一直连续的在撞 那我可不可以 因为每颗粒子 撞墙的几率都一样 那我把这个时间换成是 每颗粒子平均多久 会再撞一次的时间 就好像现在有26个粒子 然后既然每一个粒子 去撞墙的机会都一样 那我不如就让它们排队 排队去撞墙 1号撞完换2号 2号撞完换3号 3号撞完换4号 4号撞完换5号 换到26号 全部都撞一轮 然后之后再换1号 这样也是大家撞的几率一样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间 替换成1号撞完之后 下一次又撞下去的时间 是多长 所以把这个时间换成是 平均多久会再撞一次的时间 那这个时间就会是两倍的L 因为我们让这个容器的宽度叫L 那距离去除上速度 距离去除上速度 就会是时间了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1号物体受的平均力 1号粒子受的平均力 平均会上面加一横 上面加一横就是平均的意思 这个意思是说 很多颗粒子 很多颗粒子都去撞 然后平均下来 每一颗多久会撞一次 然后用这个时间去算它的力 就会变成平均每一颗 它在这一段时间内 贡献了多少的力 所以这就会是 负的2NV1X 去除以2L分之V1X 结果会是负的 NV1X平方去除以L 这样就可以把 1号粒子 在这段时间内受的平均的力 写出来了 那这个力还要再去除上 这个例子是1号粒子的 这个例子是1号粒子的贡献 那我们接下来还要把它推理到 N个粒子 N个粒子 我们稍微 稍微把它 整理一下好了 第一个就是 一颗粒子的情况 第二个 就是推广到N颗粒子 首先我们先说 这个是1号粒子受的力 1号对墙壁受的力 那墙壁受的力 是可以有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来看 所以1号粒子 对墙壁的施力 所施的平均力 就是上面这一个 但不要负号了 因为作用和反作用 方向相反 那接着我们再把它推广到 N颗粒子 再来就是 2 N颗粒子对墙实力 那N颗粒子对墙的实力 就会是强势受到的总共的力 总共的平均力 它就会是F1X的平均 加F2X的平均 加到总共有N个 每一颗粒子 都在X方向上 对右边的墙有一个平均力 那就可以写成L分之M 然后V1X平方 加V2X平方 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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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到VNX的平方 这样就是右边墙壁 受的合力了 那我们这里可以 毕竟每一颗粒子的情况都一样 那我们就可以设定 可以令这个 V平方X的平均 它就会是 这一坨 每一个粒子的贡献 全部加起来 再除以N 这样子 就是用一个来代表 一个平均来代表全部 所以就会变成是 就会可以把这个上面这一坨 就可以表达为 N乘上VX的平均平方的平均这样 好 所以呢 最后我们就可以把 X墙壁 这个墙壁受的合力 Fx 去把它写成 去把它写成 N乘以N除以L 再乘上VX平方 的平均 好 接着呢 到这一步之后 其实压力就快要 跑出来了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这些粒子 在这段时间内 对右边墙壁的平均力 那我们接下来只需要 除以面积 除以面积就可以了 同除以面积 我们的面积其实就是 L的平方 就是L的平方 所以就除以L平方 所以力去除以面积 就会得到压力 然后就会等于N乘以M 乘以VX平方的平均 去除以L三次方 那很巧的是L三次方 就是体积 L三次方就是体积 所以 最后又可以写成 PV就会等于NM 乘上VX平方的平均 那在这里 我们要用到一个概念 叫做XYZ的情况 是相同的 因为我们现在是处理X 但其实对Y对Z而言 是一样的 对Y对Z而言 是一样的 因为X并没有比Y还是Z 还要更特别 他们是一样的三个方位 所以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X平方的平均 看成是 三分之一倍的全部 平方的平均 这是B4定理 因为我们如果是在平面空间的话 一个向量做分解 是分解出VX和VY 然后再经过平方之后 B4定理会回到它的斜边 平方再相加 它现在是一个三度空间 三度空间 所以还要再把Z加进来 还要再把Z加进来 所以各占三分之一 各占三分之一 这就好像是三次断考 三次断考都有平均 大概都会操控在60 这样子 没有哪一次比较特别 那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 是这三个XYZ都是平均值 就好像全班 虽然平均是60 但不代表每个人都是考60 所以VX VX1的平方 未必 会等于V1Y的平方 未必 它也不一定会等于V1Z的平方 你这一次的 比如说一号同学 他这一次的断考的国文考70 然后第二次的国文考50 不一定每次都考60 不一定每次都考70 这平均下来 全班的平均在这三次断考 都是60 这个平均的概念是 有的时候是一些细节 好 所以最后我们就把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VX平方改写为 三分之一倍的V平方的平均 最后得到 PV就会等于 三分之一倍的 NNV平方的平均 好 那接下来呢 就可以把NV平方写成动能 我们熟悉的动能是 二分之NV平方 但是它现在上面有一横 是指 全部N个例子的平均 所以这叫做平均动能 平均动能就表达为 K然后一横 它就会是 二分之一N乘上V平方的平均 这样子 那把二乘过去 就变成两倍的平均动能 会等于 NV平方平均 再把它带回来 这样就可以 把PV 表达为 三分之二倍的 N乘上平均动能 那N乘上平均动能 其实就是总动能 就好像你平均 60分 乘上26 那就是这个 班上全部人的总分 所以 最后我们就得到了 第一个式子 第一个式子就出来了 第一个式子就是 PV竟然可以写成 三分之二倍的 总动能 这样子 这就是第一个式子 这就是用 围观的角度 来解释压力 原来压力乘体积 就会是 这些围观粒子 它的 总动能的 三分之二倍 那接下来 再利用这个式子 去算 去推理出 温度的围观解释 那很简单 这里就会比 刚刚简单多了 PV等于 三分之二倍 然后N乘上 平均动能 但是呢 它同时又可以写成NRT PV等于NRT 是由 实验而来 然后PV等于 三分之二 N乘上平均动能 这是由理论而来 那 综合这两个 就可以写出 平均动能 其实就可以写为 二分之三 NR 除以大NT 这样子 那 这个N叫莫尔数 莫尔数 那莫尔数 其实乘上 亚佛加绝数 就会变成是 个数N 对吧 莫尔数 乘上亚佛加绝数 比莫尔数 就是几颗 就是乘上6乘以 10的23次方颗 那两莫尔就是 两莫尔2乘上6乘以 10的23次方颗 总共就会是 12点多 然后乘上10的23次方颗 所以 这个关系就是这样 莫尔数乘上 亚佛加绝数 就会是数量N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二分之三 然后 把N呢 改写为莫尔数乘上亚佛加绝数 也OK 就变这样 那就可以把N消掉 N消掉 消错了 把N消掉 N消掉之后呢 就只剩下 R除以亚佛加绝数 很巧的是 它刚好是一个常数 因为R是8.31 然后JR除以莫尔 然后 乘以K 那 这是8.31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令 这个R除以N R除以N0叫做K KB 这个叫 波兹曼常数 这叫波兹曼常数 它就会是 8.31 去除上亚佛加绝数 除上6.02 乘以10的23次方 然后它的单位就会是 每 每 每个克尔文几胶额 这样子 所以这样就得到了 第二个公式 第二个公式就是 平均动能 就可以写成 3分之3的KBt 那这个8.31 除以6.02 乘以10的23次方 算出来是 1.38乘以10的 负23次方 这样子 所以就有这两个关系式 我们就推理出来了 那 这两个 总动能和 平均动能之间还有一个关系 就是 平均动能去乘以N 每一颗 每一颗 例子的平均动能 去乘上例子的总数 那就会变回总动能 就像 每一个同学 平均 班上平均是 60 然后60乘上 26个人 那就会回到 班上同学的 全部总分 好 那我们就 先介绍到这 那我们等一下 下一则影片 我们再 把 平均动能 去 跟速率做连结 就可以去估计